你就说那安全套啊 是我用的 我再给你买盒新的不就行了吗 我说武林飞 你这是在我家 你不能自律一点啊 我和东央是合法夫妻怕什么呀 也就你们这些八零后吧 做什么事还喜欢曹丽耶 你不会欺赏我的 爸 刚才谁说我是黄脸博来着 我跟你说 黄脸博最大的特点 就是愿意跟别人在一起 怕过很多人的隐私 你看吧 爸 妈 嫂子 走吧 爸爸 嫂子 您对他说 不是 你爸他饿了 我是们爸 您的地方 您的地方 您在这儿 您不在这儿 您住在这儿 我在这儿 瓜那颗啊 你好 我挂一个内科专家号 没有专家号了 全都卖光了 一个都没了 一个都没了 挂个专家号 内科的 没有号了 他都没有了 你想想办法 你看我们都站了半天对了 快点快点快点 等一下 快点快点 你走吧 没有了 没有了 怎么这么快 怎么这么快 这专家号也没有及格 八百百 肯定联系吗 专家号肯定抢手啊 我觉得咱还是来晚了 那不行 明天早上咱们三点钟来拍 三点 您不睡觉了 不睡了 那大地铺也得挂上号呀 回去吧 妈 我下午学校还有个讲座 我就不跟您回我哥那儿了 要不您自己先回去吧 行 那我回了啊 对了 回家可别跟你爸说 咱没挂上号啊 你爸还病人 让他招了急 放心吧 早点回去 您注意安全啊 正贵吗 当然正贵 这边写着呢 正贵的呀 这么贵 这还贵 人命关天的事 你来这儿不就看专家吗 可以打一个招吗 好的 薛先生 展台巡用花车仪 做完第一时间请您过目 好的 没问题 大巴您需要几辆啊 够的 对 主持人一男一女 好 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沟通 好 再见 怎么了 你是没睡好吗 怎么气色这么差 我不是没睡好 我是根本就没睡 那你还能生龙活骨处理这么多事 太厉害了 那我有选择吗 还得为你公公的事烦呢 我不是烦 我是急 对了 小璐 你不是有个朋友是医药代表吗 帮我问问看 能不能挂到专家号 医药代表帮不上忙 不过本姑娘手里 现在有瑞金医院医生一枚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啊 上周刚想起没雾热呢 哪敢说呀 现在雾热了 还行吧 算了吧 关系还没有稳定 就求人家帮忙 不太合适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再说了 哪个医生没被人求过 我觉得他都习惯了 我帮你问问啊 谢谢小璐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喂 你好 我是姜黎 喂 你好 我是上海警安排的所长 请你过来接下伍林飞 嫂子 你生我气了 你就是生我气了 伍林飞 你下次做了不靠谱的事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跟我说话吗 那我 我这不是因为家里有事 因为爸爸的病着急吗我 就你急 你哥不急 我不急啊 家里现在这样 你再有点什么状况 你让其他人怎么办 你就不知道替大家想一想吗 我 对不起 别总道歉 有道歉的诚意 好好动脑子想一想 以后怎么不犯错 我也不想犯错啊 我想面面俱到呢 可是我能力达不到了不是 现在这种情况 人家都有点hold不住了 除了道歉和犯错 你还想让我怎么着啊 好 好了 我知道你也是好心 要是咱们一直 都不能给爸爸挂上这专家号 那可怎么办啊 妈 回来了 吃饺子 吃饺子 你给林飞打个电话 让她早点回来 我帮你吧 不用不用了 你快歇着吧 你看你脸色不太好呀 是不是这两天累的 没有吧 我可能就是没有睡好 你看都是我们 给你们来这添乱 这话说的 你这 你这什么馅的 羊肉馅的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你爸有痛风 要少吃羊肉 那你没吃 你爸好久没吃肉了 他馋 瞎不为力啊 我知道了 自己馋就是说自己馋 还非拉着我垫背 不是啦 爸 你爸不馋 是我馋 真的是我馋 这不是考虑事实 这个不用强调那么多遍 夏丽 我们都来上海一个多礼拜了 这医院什么时候楼去啊 还得等一阵吧 不是要找好医生吗 再说等到了好医生 还得等床位呢 这来上海呀 我是看出来了 没别的 就是一个等字 哪儿哪儿都是人 哪儿哪儿没空地儿 哪儿哪儿呢 也没有闲着的人 谁说的 咱们两个不就是闲人吗 这闲的都快长毛了 来 喂 小陆啊 姐 乖号的事儿 那家伙帮不上忙 说每天找他的人都排成长队 有的关系比我还勤 没把我气死 没关系 帮不上忙就算了 但千万别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啊 一下就看出这人的本质了 自私 冷漠 刻薄 我倒没事 倒是你 这下可怎么办呀 我在想办法呗 对了 麦克没有问起我吧 没有 问了又怎么样 好爱今谁能控制得了 放心吧 有事儿我给你兜着 行 再见 妈 我带了驴回来 你想怎么吃要我来做 Q小姐 在这儿呢 我学会了一种新的做鱼的方法 你想不想吃啊 我做给你吃 我还买了你最爱吃的山东大枣 我拿给你去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 我还买了几个新鲜麻牙 一根脑氧罐 一根蜡烛 一卷胶带 你买这些干什么 我听说呢 武林飞今天出了点事儿 进警察局了 不敢给我打电话 给你打电话 让你把他给捞出来 你如果觉得骂他不解 和需要体罚的话 我愿意接受体罚 你呢 就拿那个胶带 包给缠住 让我动不了 然后我往我身上 然后呢 你就拿那个脑氧棍 挠我的 加价 怎么样 自不自禁啊 好不好玩 无聊 什么时候了 进养这些不正经的 这怎么不正经了 这不就是咱俩的正经事儿吗 你要知道干正经事儿 你好歹把专家号挂上啊 林飞不至于闹那么大事儿 进警察局 我还得替他操心 这事儿啊 警察局 林飞出事儿了 情况就是这样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都进了局子了 这事儿还小啊 哎呀 这不都是一场误会吗 误会 那还不是因为你动了外面邪道的心思啊 孩子这样做也是为了你 一会儿他回来 你就别说他什么了 哎呀 这没想到看病这么困难 你说你们真有点什么事儿 我跟你爸该怎么办呢 妈 上海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 那可不全中国的人都到这儿来看病吗 这要不难就怪了 不过困难只是暂时的 总有办法解决的 对 肯定有办法的 不着急啊 并不看了 咱们回家 人生有命 老天爷要收你这条命啊 墙流也留不住 我说啊 回去收拾东西 爸爸爸 你好不容易折腾一趟来上海 一个一生都没见 就这么回去了 那你说我们在这儿耗了耗什么呢 就为了耗你们 吃不好睡不着 爸 情况不会一直这样的 给我们一周时间 一周之内 我们想办法解决 对对对 要不我们先回去 等你们安排好了 我们再回来 哎呀不用这么折腾 妈 爸妈你们真不能走 事到如今我 我只能坦白了 林飞她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在这儿耗里面 那你把我帮助 我真的没想到 我把我帮助 你拿到这儿耗里面 然后那种 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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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助 你帮助 我帮助 的 对 你去哪了 我去图书馆了 谁也允许你穿这么短的裙子 我一直这么穿 去 把它换了 从今以后不许穿这样 我穿成这样怎么了 你过来 你去图书馆看书 化什么妆呀 那孔怀抹那么厌 我画这儿玩的 从今天起 不要去图书馆看书了 就在家看书 帮妈干家务 你看你哥哥嫂子天天上班 这家务活我自己干不过来 妈 就这么定了 家里人太多了 我看书看不进去 你不许找借口 你的事 你哥哥嫂子都已经跟我们说了 叛徒 怎么说话呢 你说你个大学生不好好学习 交什么男朋友呀 你让你哥的嫂多操心呀 你赶紧给我断了 怎么着 学会什么抵抗了是吧 好 行 我告诉你 河南老家我们不回了 走 回屋 把行李打开 把东西都拿出来 别别呀 那你们这不是限制我人身自由吗 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这么对我 爸妈听到挂不着号 就非要回河南老家 能让他们回吗 所以 只能牺牲你吗 你这叫牺牲我一点吗 你连我整个人身自由都牺牲掉了 自由有爸妈身体重要吗 你少再是给我道德绑架 爸爸生病我也着急 可你们天天让他们这么看着我 我还活不活了我 比你不能活的人都活得好好的 你就将决着活吧你 充满人个人隐私你还有理了 无耻 需要我把结婚证给爸妈看吗 我现在 哥 其实吧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们家有些医药公司 和各大医院之间往来挺多的 不行咱们找他试试吧 邱东阳他们家吧 好 哥哥 你看看你的眼光 一向还是那么深刻 好 妹妹 我觉得这事儿真犯不着求他们家 怎么了嘛 你先找他们家办事 调价呀 怎么着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家爆发户那副嘴脸 可是东阳这个人他真心挺好的 我管他好不好呢 你是没见过他爸妈那样 我告诉你 你不准去求他 那我不求人 你自己倒是有办法呀 那我不求人 你要是真有办法 还犯在身上让你妹妹 给人当黄牛抓到橘子里去呀 我自有办法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话还没说完呢 没礼貌 这是千万别跟你哥说啊 知道了 数不八百遍了都 我才不像某些人呢 这是以出卖别人为乐 我跟你说啊 就看在咱爸的份上 仅此一次下回 我这是为了谁啊 是你亲爸还是我亲爸呀 行了 行了 那乱吵架 我肯定吵不过 你们这些已婚妇女 羞转 我已婚 你未婚是吧 你少女是吧 东阳啊 别说了 哈喽 东阳 嫂子 您好 你叫江灵姐姐好了 不 林飞怎么叫 我就怎么叫 那我爸爸的事就拜托你了 拜托我真不感当 不过你放心 林飞爸的事 那就是我的事 三天之内肯定给他搞定了 没问题吗 嫂子 你刚才那口气 那就是对我的侮辱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就习惯侮辱别人 那我只能说感谢了 今天想吃什么 这顿我来请 不不不 肯定是我来 我来请 东阳 就让嫂子请吧 她是长辈 比咱们大好几岁 应该的 那年龄我是比你大七岁 但实际上你年中我年头 我只比你大了六岁半 谢谢 三岁一带勾啊 嫂子 那我们跟您之间 差两条红勾呢 对不对 追都追不上 服务员 点菜 我来点啊 好 来一个杜蕉鱼头 南苏鲫鱼 南苏鲫鱼 葱麦羊肉 这个烤芽好吃 来个北京烤芽 好 这顺着菜单念呢 鱼香肉丝 四喜丸子 辣炒嘎啦 海鲜卤面 拔刺苹果 行行行行 我来点吧 这姑娘强迫症 只会剪四个字的你 龙虾 我说你那杨上次挺牛啊 打声招呼就行啊 比我在网上预约专家号还快 你在网上预约专家号了 约上了 本来是约上了 不过还是得等几天了 每次想告诉你们 都被你们打断了 好 你用什么呢 没什么 趁这个机会 我也得宣传你啊 你以后别跟那个麦克对着干了 怎么说人家也是你上司 而且这次帮了咱们家 这么大一个忙 你是不是得感谢感谢人家 给人送点礼什么的 那个琳达就比你会拍马屁 在麦克那儿比你吃的香 对不对 这次麦克多给力啊 单人病房 副院长亲自接诊 那麦克 到底什么来头 你就甭管了 赶紧看看副院长办公室 在哪一间 坐 坐 你坐 从当地医院的检测结果看 完全有复查的必要 住院所需办好了吗 都办完了 那就好 物件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所以你们不要太担心 谢谢院长 快吃 就你吃得满 吴公啊 今儿院的号是怎么挂着呢 你该不是用什么歪门邪道吧 爸您看您 您就不能把我往好的地方想啊 本来呢 我是通过网上 已经跟你排上号了 但我们家江黎能干吗 已经托了他们公司的领导 把这事给解决了 是吗 是吗 当然了 我们家江黎在公司 那棍的是风生水起 是公司的大红人 对不对 你这是夸我吗 我怎么觉得具象讽刺呢 当然夸你了 还是感激 你别这样 我觉得心虚 心虚什么呀 怎么着 你是通过黄牛 把这事搞定的呀 谁家黄牛我这么大等的呀 快吃 喂 邱太太 我是小猪啊 小猪您好 是这样的 邱总手机打不通 她不在家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吧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邱总安排的事 已经落实好了 邱总那个同学 就是武功的父亲 已经顺利地住进了 九龙医院九一一病房 麻烦您跟邱总说一声 好好好 谢谢啊 好嘞好嘞 武功 这人真是老了 缝了扣子还落着呢 来 要我说啊你就是姿势不正确啊 一个旧衣服 扣子掉了就掉了呗 还缝它干嘛呀 哎呦你说 掉了扣子不缝 晚用了不洗 都扔了 旧东西可不就扔了呗 那我也救了 你怎么不扔呀 你看你看呀 上海这刚来几天呢 就学会抬杠了你去 哎 您好 您找谁啊 我找武功 武 武功他不在 你是 你们是武功的父母吧 你是谁啊 我是邱东阳的妈妈 邱东阳 邱东阳是谁 看来你们真不知道啊 哎 你们两个孩子在哄你们玩过家家呢 不理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们的女儿武林飞 跟我的儿子邱东阳 已经偷偷地领了结婚证了 你说什么 结婚 你们真的不知道啊 哎 你们的女儿真的没人管是吗 她不光勾引我儿子偷偷结婚 而且 为了你们住院的事情 她还偷偷地动用她父亲的人脉和关系 原来骗婚就是为了这点事 好啊 那现在既然已经解决了 这船无历头的婚是不是也该离了 我们家下周就移民加拿大了 我们不想不甘不敬地出国去 黄阿姨 武功 不是 您这本事够大呀 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是啊 我来跟你的父母聊聊 你们既然找我们帮忙 那我们总要知道 这个忙到底代表什么吧 帮忙 武功 他说林妃跟别人结婚了 有这事吗 好了 你们商量好了告诉我 我希望在我们走之前 去民政局 把该办的事给办了 好 我先走了 武功 武功 我走 鞭先生 什么情况啊 爸为什么要出院啊 平老师告诉我 爸注意这事儿 你找谁帮的忙 方小营都找上门来了 是我让林飞找邱灯阳帮忙的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你是没看见刚才华尔赢那副架势 说帮我们这个忙是有代价的 让我们下周带着林飞去办离婚局 那 我当时我怎么会想那么多呢 再说我也不知道你能在网上挂号呀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着急嘛 行行 我知道你也是好人 咱们还是想想 咱们劝劝爸妈吧 他们什么都知道了 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扛着 跟林飞也没关系 你怎么扛 那林飞跟东阳也不是你做的名义 虽然我知道这事只包不住口 但能慢一天是一天 那怎么着也得等爸的病情稳定再说吧 这什么办的 的确欠缺考虑 走吧 走啊 爸妈还等着呢 你下回指责别人之前 先看看我这么做是为了谁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不能回来啊 你不是生气走了吗 我是生你的气 我没生爸妈的气 从现在起不要跟我说话 你是我媳妇 我不跟你说话 跟谁说话去啊 爸 你也别生气 这事也不能怪林飞 你说她这么大 不怪她怪谁啊 不怪她人家能找上门来指着鼻子划情界限吗 爸 其实林飞真的没做错 还没做错 一个大学生 跟家长都不知会一声就跑去跟人结婚 这还叫没做错 爸 爸 爸 您信消消气儿 消消气儿啊 您说您作为一名老警察您肯定知道啊 那梁家妇女之所以被诱惯 那是流氓的错啊 再说了 在你们来之前 我们已经想办法解决了 怎么解决 人家找上门来了 你说这么大事情你们就瞒着我们 你们胆子太大了吧 爸 对不起 我们这 不也是怕影响您的心情吗 您这不还病着呢 我没病 马上办出现手续 回家 爸 你先冷静冷静 这刚住起来还什么都没检查呢 怎么可能就这么走啊 那等什么时候啊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没被人羞辱过 你刚才是没听见 那个女人说的话 说我们家林肥勾引他们家儿子 就是看中了他们家的 这点能力和关系 我还怎么待下 马上走 爸 爸 爸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你要这么想的话 就上了那个女人的当了 妈 你快别舒适了 快劝劝我爸 我劝什么呀 我这样要问你呢 你说你妹妹好端端的 怎么跟别人结婚了 你说你这一当个子 怎么当的 妈妈妈 您别着急 这事真不怨林飞 她是正常谈恋爱 跟那个男孩子 也倒是情投意合的 就是 就是脑子一热 把结婚证领了 然后对方的家长不同意 非要拆散他俩 我们这不是也怕出事吗 就一直把他锁在家里 就怕他俩私奔了 住院这个事怨我怨我 是我找的林飞 让他找那个孩子帮忙的 这不是着急怕耽误爸的病情吗 这还真是林飞 爸 爸 老鼠 爸 爸 爸 我不离婚 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你们管不着我 还嘴硬 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 我 林飞 你还定嘴 爸说什么你就听着 你知不知道 爸跟邱东阳他妈见面以后 气得连病都不治了 非要出院 能不能懂点事啊 那个什么 邱东阳他妈妈说话太难听了 根本没有把咱们家放在眼里 像这样的家庭 我不允许你嫁过去 你们怎么都那么不分青红草白啊 东阳是东阳 他妈是他妈 他们不一样 那你嫁过去以后 就不跟他妈打架道了 还是说你想让爸妈 把女儿嫁过去之后 就跟七家老死不相往来啊 谁能想那么远啊 那我合着你们的爱情 就是走一天算一天的 这算什么爱情啊 废话 你难道不是吗 你忘了你和我嫂子结婚那天 你怎么跟我说的了 不是 你扯那么远干吗 现在说你的事呢 我和东阳的爱情可以走得很远 但是我现在不想考虑 父母的事行吗 爱情是梦幻的 但婚姻是现实的 你不考虑不行啊 我又不是预言家 你们现在让我去想到 那么远的事情 那才是不切实际呢 我就想和东阳 我们两个人好好地留住 我们的爱情和青春 你的爱情和青春 是建立在你爸爸受到屈辱 你的人格受到贬低的代价之上 知道吗 我是我 你们是你们 你们的自尊心 不要拿我的爱情来换好吗 好了 既然跟你说不通也不说了 我就给你撂下一句话 离婚 尽快 我们老五家这辈子清白自律 还从来没有人像贼一样的防范呢 不好意思 让你们失望了 除了我自己 谁也不能替我做决定 伍利菲 伍林 你给我回来 伍利菲 伍利菲 我哪儿先进 我不回 回去 不回 救命啊 你别追 不能放 放了就跑了 阿姨我继续抓着 阿姨多难看呀这样 新嫂子大成真 别追了 米菲 别跟我回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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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爸 快当幼儿灵 快快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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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好多了 医生说没什么事 就是压力太大 加上激活攻心 那就好 那妈呢 妈也累了 在家属区躺着呢 我跟你说个别的事吧 这样你可以 转换一下思绪 不过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知道了 不就是你妈又打电话来了吗 三个月不是还没到的吗 三个月不是还没到的吗 好吧 那我再糊弄他一阵 但这个事总有要面对的那一天 车道山前必有路 万事有我呢 妈 咱们今天能不能不去姥姥家 我想看电影去 那从姥姥家回来 妈妈陪你去看 谁跟你一起看呀 咱俩品位都不一样 你看不起妈妈是吧 我告诉你 我当初看 《起起扣扣》作品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是是是 你是文化人 所以说你品位高 我品位低 行不行 爸 爸 咱这不是去姥姥家的路吧 咱去哪儿啊 去机场 爸 你 东阳 你出国的手续已经办好了 你今天就飞吧 那边我们派人接你 会给你安顿好 爸爸妈妈把手头的事 处理好就过去陪你 爸 我不出国 你们要干吗呀 爸 你停车 我要下车 我要出去 停车 你给我坐好 干吗呀你们到底想 绑架我是不是 妈 我求求你了 你说句话呀 妈 你干吗呀你们这是 你让你给我安静点 妈 我求求你了 我不想出国 我要下车 爸 我不想出国 我要自己注射的权利啊 我不去 爸 我不去 走走走走 不然 我去吧 一娘 到安姐了 进去吧 我要是不进去呢 那咱们就耗着 看谁耗着过谁 你以为你们好得了 那 这是你的护照 和登机牌 你已经长大了 别让爸爸妈妈担心 你知道我长大了呀 好以为你不知道呢 行了 好 你要摸上了 东西给他 来 进去 东阳听话啊 老婆 我现在在机场 我爸妈要逼我去加拿大 你如果真的爱我 谁也不能带走你 逃也要逃回来 我 你如果真的爱我 谁也不能带走你 逃也要逃回来 好了好了 别哭了 过些日子 我们不也过去了 我不是舍不得吗 从小到大 从来没离开过我 你啊 着急要把送出去的人吧 是你 这回别送走了 这哭得又是你 我不是迫不得已吗 自从见了武林飞那一家人 我恨不能东阳马上就出国 我可不想让我儿子后半车 所有的幸福都毁在那家人身上 什么婚姻啊 幸福 我就不相信抵得过距离了 喂 哪位 九总 东阳没有上飞机 他跑了 你说什么 这个混蛋 要不你先拿车回家 我去找他 你去哪儿找他 对啊 这个臭小子 他能去哪儿呢 你开车小心啊 看我把他给你逮回来 好 慢点啊 你开车小心啊 想 만 走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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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驾驶 冬阳 冬阳 你知道吗 刚才吓死宝宝了 我差一点就不能 跟你站在同一个土地上了 冬阳 你知道你给我发完信息之后 我一直在干吗 干吗 我一直在数数 数数 我要数数数到你回来 你知道我数了多少下吗 多少下 一万下啊一千下两千下 我数了三下 就三下 就三下 我一直数 一二三 一二三 我重复数你就能回来了 好了老婆我再也不走了 好不好 好 这年头谁家有收音机啊 没有 你把手机器给爸用 让他几个门 武林飞要用 这时候谁管得上他呀 你别给他 行 呼吸是吧 行我带上啊 我不跟你说了我到家了啊 哥 老师你好 不是 谁让你把他带进来的 哥 东阳他 老师我是自己来找林飞的 你闭嘴 我跟你说话了吧 还是那么无组织无纪录 赶紧出去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哥 老师要不这么着吧 我老过去 自己发个战行不行 老师啊 你这样真的特别没意思 我到底怎么着了 你那么看不惯我 你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吗 你就学人家娶媳妇 我对你能没有成见吗 呼吟我妹 再看看你们家 那两位视力隐 不是老师 那我就是个大学生啊 大学生还学人家娶媳妇 你娶了媳妇 你就要有责任感 我告诉你 我们家不接受你 具体什么原因 你回去问你妈妈 什么都清楚了 赶紧给我出去 哥 哪有你这么跟自己亲妹子 说话的 亲爱的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 老师说话呢 没看出来老师哥哥 跟我开玩笑呢 你放心 我不跟你讲 谁是你老师哥哥 你少跟我跳近乎 我告诉你别跟我废话啊 出来 老师 你别动手啊 别别别别 哥 你别拉我呀 我这个大学位的老师哥哥 吴利赛 东阳 下手 走 吴利赛 喂 吴利赛 吴利赛 邱总是在去找你的路上出车祸的 他太着急了 车子开得太快 撞到了栏杆 冲药 我先进一步 来了 我现在看着我 他在上了 使用了 他在上了 他在上了 我还在上了 我还在上了 他在上了 那里 那么你 你迟り赛 你不要哭啊 走吧 爸 我不走了爸 我求求你 爸 我不走了我什么都听你的爸 我马上去加拿他吧 爸 我不走了爸 爸